八旗制是清代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 由太祖努尔哈赤在女真人牛路制度上建成的 明万历二十九年一六零一年始建四旗 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 明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增设四旗 称湘黄旗、湘蓝旗、湘红旗和湘白旗 定三百人为一牛路、五牛路为一甲喇 五甲喇为一顾山顾山籍旗 满族人按八旗制分立各旗 平时生产、战时从争 初建时,不但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具有行政和生产职能 大清统一、太宗皇太极为加强对旗人的束缚 增强了八旗制的军事职能 并为扩大军事实力和笼络人心 又建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各旗有军营、前锋营、萧綦营、建锐营和布军营等常规武 司禁卫、云梯和布阵等职 另外,设立了香里营、虎枪营、火器营等特殊营武 演习摔跤、射箭、刺虎和操练剪枪等 由于清出朱蒂很重视枪炮武功等实战 本领八旗军在平定三番收台湾抵御、沙皇侵略等战斗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八旗兵分为京营和住房两类 京营是守卫京师的八旗军总称 由狼卫和兵卫组成 是卫皇室的人 称狼卫 且必须是出身香皇、正皇、正白上三旗的人 如紫禁城内武门、东西华门、神武门由上三旗守卫 住房是指住房全国各要的的八旗 京营总兵约十万、住房兵总人数也在十万左右 早期八旗满洲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 女真人在氏族至时期凡出兵为列 各随族党屯寨而行 这里说的族党就是血缘关系 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 屯寨讲的就是地缘关系 说白了就是一个寨子、一个屯子 一个村子或更大一些范围的地方的族群 其基层组织叫牛路 管理人叫牛路张经 一成汉语就是左领 女真人编入其籍后 工作生活永远要归左领管理 这个制度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清朝退位灭亡 阻挡、屯寨是自然形成的 而其极左领是依政府法令编制而成的 带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清代满族人严格固定在左领之下 住,则居于一处 行,则统一行动 打猎,出兵作战都由左领管理 调到新的仍聚居一处 公家的是听左领的 家庭的是婚丧嫁要听组长的 哪知、哪辈、老姓是什么都由组长管 生男与女都到组长处登记 不会近亲结婚 也不会乱伦